你只要听了她的话 一辈子都能不生病 长寿也好 不病也好 根本原因在于气血通俗 我呢就吹过牛腹 我说我能到一百岁 只说都说的是气死的 其实袁凯之人啊 即便他当了皇帝 没人去骂他 他也活不长 他叫强力救心丸 做三分钟 就相当于散步半小时 我送大家一碗粥一句话 一米一把 绿豆一把 莲子一小把 还有活去吧 有请主持人孙国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广东卫视的大型互动 健康养生节目 那么首先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由问问团团长高林生 带领的队伍 请 大家好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真刀真枪啊 还真是呢 要给大家的要落一落了 我们今天来的这位高人呢 他说呀 你只要听了他的话 一辈子都能不生病 假的吧 真的 而且的话可以百遍不生 到底这位高人的庐山 到底这位高人的庐山这面目是什么样 让我们以隆重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这位专家 他的名叫索君 有请 索君 云同仁堂主任医师 京城名医索延昌之子 师从国医大师风和谦教授 尤其擅长治疗各类消化系统疾病 百遍不生 不是文言所听 实际是可以办到的 是吗 这还不是我发明的 这早在2000年前 我们终于的经典著作 《皇帝内经》当中 就已经很明确地 给告诉我们这个原则 这个方法了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人长寿也好 不病也好 根本原因在于气血充足 哦 气血是个什么东东 如果把我们人比人生 比成一个 从小到大生长的大树的话 气就是阳光 血就是雨露 那个气血不足的话呢 就会怎么样 没有阳光雨露 李小的树能是长吧 没错 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气跟血 它是有多么的重要 真理有时候很简单 但是真是做起来很难 如果你真照着做的话 怎么样呢 《皇帝内经》也说了 就能行语神赐 这两个就是身心健康 没错 然后呢 怎么样呢 就能至天年而去 好 那么奔天年而去 所以呢 就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 人体是由气血组成 五脏气血的充足 保证了人体的健康 如果气血条理得当 理论上 人人都可以做到百病不生 健康产兽 老师 您觉得从哪开始说呀 比较通俗易懂 又能够呢 一针见血 好吧 那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从脾脏开始说起 为什么呢 脾这个脏啊 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 好像无足轻重 不太注意 一说起来 我有心 我有肝 我有肺 很少人提到我脾疼 我脾怎么样 没错 我来节目的路上 我还在想呢 肝啊 心呢 我都知道位置 脾呢 没有位置 实际这个脾是至关重要 人的生活的 这个原动力啊 除了这个肾 我们与生俱来的 那个原动力以后 后天整个人一生 不管你是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你的全部动力 都来源于这个脾子 其实动力 它这么重要 它是一个后勤部队 对 它是后天之本 是我们人世一生的 动力的源泉 所以保持脾不虚 是至关重要的 而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 往往会出现脾虚现象 那么接下来 就是很有意思 我们呢 要放一段的 这个视频上的 这个画面 大家看一下 这些出现的人物啊 谁呢脾虚 谁脾不虚 好 那么大家看了 这两个人呢 一个人叫什么 郭德纲 郭德纲 那郭德纲 别人这个人呢 林志颖 林志颖 大家看谁老 这两个人 我没听清楚 这两个人谁老 郭德纲 他们说当当当 我估计是郭德纲 大家恐怕有一个谜底 还不太知道 他们两个人是同龄人 你一看郭德纲 像脾虚的样 我觉得不像 像我们过去年代 贫困时候 老是吃不上饭 营养不了 那时候会脾虚 现在很少有真正那种原料 供应不足的脾虚了 而往往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营养过剩造成的脾虚 然后脾过牢 看他说脾没事干 脾过累 他也会虚 估计咱们这个老丁 可能是有点 脾耗伤有点多 那是说明就是 显老太的 就是脾脏不好 就脾不好 但是就是显年轻的 就是脾非常好吗 对对对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因为脾这个脏腹啊 脏气啊 它一个是主运化水骨精微 一部是主运化水液 它还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它主一身肌肉 脾健康 脾健的人 肌肉磁势 知道吗 施瓦心哲 肌肉结实 对 脾虚的人 刚才咱们说半天 四肢无力 没错 肌肉松软 那像我们现在 就一直注意 保护我们的脾气的话 那就会一直保持年轻的 当然了 您说到那个身体肥胖 就是可能会带脾虚 那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脾虚的 就是肥胖者 要比那个瘦的者 更容易脾虚呢 如果人就是说饮食过旺 就是营养过剩的话 脾劳累过度 它倒造成的衰老 比你那个 因为老长时间营养不良 饥饿那个 可能老得更快 我举一个例子 找一个人吧 大家知道袁世凯的人吧 袁世凯谁知道 对啊 袁大帅 多大岁是死的 57岁 袁世凯怎么死的知道吗 为什么死 袁世凯想当皇上知道吗 对 没错 想要做皇帝梦 想恢复地质 结果呢 他也去这样做了 结果在全国一片骂声当中 当了83天皇帝 一气之下死了 对对对 史书都说他是气死的 岂之袁海之人啊 即便他当了皇帝 没人去骂他 他也活不长 为什么呢 这个人就过于助 过分注意保养 我这有一份他的食谱 一天的 大家听一听啊 早晨起来 五点钟 起来了 到办公室 所谓批阅文件 六点钟 喝一杯比较大的杯子 牛肉汁 再喝一杯鸡肉汁 这六点钟啊 补充一下 像我们喝杯水一样 七点钟正式开饭 吃什么呢 鸡丝炒面 又是鸡 一大碗 呈肉 刚刚就说了 这是七点钟吃完饭吧 十点钟时候 还是肉 喝一杯浓浓的人参汤 好补啊 再喝一杯鹿绒汁 又是补的 十点钟补的 十二点钟开饭 吃什么呢 清蒸鸭一汁 旁边一盘红烧肉 一个绿叶菜不见 都是肉 到下午四点钟说 再进餐一顿西餐 西餐是高热量 西餐对啊 就那个牛排啊 肉是牛肉 对啊 然后到七点钟又开饭了 满桌还是肉 这哥们一天除了吃 这还不完没完呢 这七点钟 到九点钟 还要补养一次 海狗肾吧 活络丹吧 还要吃这个 所以一天到晚 鸿铜胀脸 它的营养 它每天所吃的营养 可能是我们的十倍 二十倍 你想这一个脾 忙得过来吗 所以它不早死 谁早死 脾虚以后会出现一些连带的疾病 比如说 脾虚以后 会大便堂蟹 在座可能有会知道 早上起来 天一亮 就想去上厕所 上厕所总是吸的 大便不成形 或者反过来 就是特别干 就像那个 杨仁凯那样 特别干 两个极端 再有呢 再严重一点 胃会下垂 会脱缸 会水肿 会带来一系列 烦绕你的这个疾病 所以脾不能虚 在最终受命 不管 这这个生命过程当中 会出现很多 对你不利的事情 所以健脾很重要 那我们怎么来 这个 鉴别的话 这个人到底脾虚不虚 这样的话 各三差五 就跟那个高血压剂的是 可以给自己呢 测一测 你要从外观看 最典型特征 皮主 就是唇 嘴唇发白 那么我们这个 问问团的朋友们 自己有没有戴镜子 这样的话呢 以后回家也好 或者在现场也好 自己呢 一边照着自己的这个五官 我们自己观察一下 自己的皮呢 到底有没有虚 好吧 我一直想问 那皮虚 嘴唇发白是皮虚 那嘴唇发红 那就应该是 皮气比较粗 有点热了就 那像我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吃辣椒的人 那我吃完辣椒之后 嘴巴就会特别红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说明 我的皮气就特别足呢 由于万一 一时造成的 皮 就是咱们说上火了 是吧 一时的这种改变 不代表你皮的本质特征 就是说 这个皮虚 不是偶然一天 两天的事情 它是一个过程 是吧 就长时间的饮食不节 或过鸡或过饱 使皮受伤了 它都会虚下来的 那皮虚怎么办呢 一个是 不能暴饮暴食 也不能鸡饱无常 我们上班一族 有这问题 早上起来不是早点 一下睡个懒觉 扛到中午一顿吃了 那是不是要有定时定量 有规律的去 刚才黄弟弟已经讲了 饮食有节 是第一个事情 三餐饮食一定要有规律 总的来讲 我们每天所吃进的饭 一定要控制在 你实际饭量的七成左右 现在我就想 达到吃七成饱 但是我总到不了 到不了七成饱 因为我想吃七成饱 待会儿一揉肚子撑的 已经过了 一个基本方法 吃饭必须慢 对 吃饭慢 是吃饭少的一个重要前提 慢嚼细咽 如果你把这顿饭 撑到一小时吃 他一定吃不到你 这个五分钟突击 这么一桌饭的 一桌饭的这个程度 对 你别人说 我有这个经验 我俩正吃饭了 突然来电话了 我去接电话了 接了二十分钟半小时 回来没吃不饿了 感觉不太饿了 对 对 太想吃了 没错 再有呢 细嚼慢咽 反复地告诉家长 干啥 细嚼慢咽 为什么呢 细嚼慢咽最大优点 是淀粉煤 把这个食物啊 在嘴里边就转化成糖 进到胃里以后呢 胃里糖进去后 他有着保障感 让胃感觉 哦 我饱了 他就不想再吃了 知道吗 就在消化的时候 他感觉 对女士减肥很好 对女士减肥很好 慢慢地嚼 慢慢地咽 以每口饭进去后 最少嚼二十到三十下 我一般都吃到两下 就完了 我吃饭就跟甜鸭似的 这个不要这么使劲 不要这么使劲 那你干嘛对我那么使劲 你有一点可以提 我让你体会一下 心情揉一揉它 哦 太好了 揉这个穴的 这个穴至关重要 大家都要揉这穴 没事上着班 在家里坐着聊着天 就熟别挺老揉着它 这是父母给我们的一个 一笔巨大财产 说说说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 第一桶金啊 藏在这儿了 你别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以为就是房子地啊 什么玩意都不如它贵 对 这个穴呢 是一个养生大穴 对女人尤其好 长柔三阴交 女人不显老 哎呦 为什么呢 这不美容四半的钱都省了吗 脾经穴 它有这个健脾养胃的这么一个作用 再有呢 它有肾经和肝经 补气补血 还有一个对于为什么对女人很重要呢 这个穴位的暗柔它或针刺它 是保护保养子宫和卵巢的 保护保养子宫有什么用呢 你说我这生小孩一个 他保不保也无所谓了 关键是有三个重要的 我们的三条经啊 是从包宫里边引发出来的 我们中医馆的叫包宫 我们身体前的这个人脉 背后的督脉 还有腰上的冲脉 这三个脉都起于包宫 这三脉干嘛的呢 这人脉是煮一身之血的 后边这羊脉的督脉呢 是煮一身之气的 冲脉呢 是铜管全身经络的 你想想这三个经脉 是从包宫出来的 你养活好了包宫 是不是养活了一身气血啊 好 有什么问题 老师 这个左腿和右腿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一样的 跟多长时间好 一般15到20分钟一次 换过脚来揉那个 揉完以后这次就再歇了 然后过两二十三小时 你不忙的时候 抬起腿来再轻轻揉一揉 反正老按着 时间不限 次数不限 次数不限 好 下面又有个穴位了 我们干嘛来一次多学一点 多学一点 好吧 好 还有一个穴位也要 这个穴要按摩以后呢 这个中腕穴 中腕 中腕穴 腕是什么呢 腕在中医里面就是胃 胃腕 胃腕痛 胃疼 胃腕痛 胃就是腕 中腕在哪呢 两个穴部胸部胸有一个硬硬的 意识性还会疼 是吧 这个和交界地方 从肩头到肚脐之间 二分之一 不管是七寸八寸 对 反正两个手掌你一对 基本是在中间 没错 二分之一 对 这正中的位置啊 正是我们胃体的正中间 正是胃 胃体 这胃呢 为什么要按胃呢 揉 按揉这胃 那跟皮有什么关系呢 这胃啊 是五脏六腑之海 五脏六腑的营养 都从胃这出来的 所以实际这个穴 是胃经的穴 五脏六腑的气 都发源于胃 胃是气 它就整个五脏六腑之海 对 百川归海 归到这 它发源发出去了 所以你要想养护五脏六腑 当然要按揉这 对 而且中腕的话 好像跟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都有关系 有关系 上边是上碗 下边是下碗 比如说食物倒流啊 比如说这不消化呀 对对对 还有鸡食啊 说得很对 还有吃了以后 没事老打嗝呀 只要一摁 我告诉你 就全摊了 按揉 这个时候以后 还要讲这问题 好 那第三个穴位的话 是什么问题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足三里 足三里 随便它是胃经的穴 对啊 但是它是能够 强身健体 提高免疫力的 一个重要穴位 这个穴位 也可以经常自己按摩 也是大家找一找 最酸胀的位置上 在你这个 这鼓下边 是吧 站在这个位置上 对对对 这个位置上 自己拉上二楼去吧 我一直是找不到位置 从这儿往下 对对对 基本就这个位置上 有点酸胀就可以了 对对对 老师我问您一下 我是不是按压穴位的时候 穴位越疼 证明我的问题会越大呢 正常人 健康人 按它也是酸胀的 不过就是说 当你真有病的时候 我们这是说保健按摩 我身体什么病都没有 我为了养生长寿 我来按摩 它不需要 对我觉得按下去 没有感觉 那肯定才是有问题 脾是后天之本 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大家要想健康 要想长寿 一定要终身保护 爱护我们的脾 好好供养它 你对它好 它对你就好 食少胃胀 嘴唇白 是脾气虚的典型症状 脾气虚 可以引起大便糖性 肌肉消瘦 胃下垂 脱肛 肌肉消瘦等问题 通过按摩三阴教学 中腕学和足三理学 可以极大改善 脾气不足的情况 保证肺气不虚 是我们不得病的 一个重要的前提 所以中文有句话叫 这个正气内存 鞋不可干 吹出一条线 肾气的虚衰 是一个正常的 必然的生理过程 并不可怕 只要一起来 不能马上走路 得俏得俏得 没错 没错 你可以练练撞丹田 用我的虎丹田碰着树 行吗 轻胖的 好 胃啊 胃嘛 胃 头外边直接通着的嘛 吃了一时计的 抽烟 这两脏最容易受伤害 这个脏和这个腐最容易受伤害 好 所以肺气虚啊 最容易受伤害 你虚了理想 它什么百病都能气出去了 对对对 所以中文有句话叫 这个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邪气要进来的话呢 必是正气受损了 是吧 所以呢 保证肺气不虚 是我们不得病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最容易被外邪侵入的 侵犯的就是肺气虚的人 感冒好像是常见病 多发病 但是呢 感冒确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病因 很多重病 比如包括的时候你说肺气肿 肺炎 对对对 这个心理是病毒性心肌炎 急性脑膜炎 都可以有感冒引起来 对对对 因为这些病毒呢 当这种有毒的气体 进入我们肺以后 我们肺气很足的话 这些病毒这些细菌 进去像撞在墙上一样 很足的很热的氧气 把它消灭掉了 这些细菌很多是艳氧菌 很足的氧气 很足的肺气 把它消灭掉了 进来白进来 没有用 可是肺气虚的人 他进来就落在这 落在这就生根 生根就传染 马上就泛滥了 而且的话 肺气就 还冒虚汗 对了 然后心慌 你说这很对 然后走路腿打软 太对了 爱出汗绝对是肺气虚 这个典型症状 那五年那个运动的话 是每天什么时候做 比较合适 几点钟做 一天当中都可以做 开始时候 您可以就是早晨清晨起来 如果屋子里空气新鲜的话 起床之前 躺在床上就先坐几组 先别起来 坐几组以后 会突然感觉精神 因为你西处的痒多了 然后起来之后 上午如果你不忙的时候 坐那 一边宅餐一边干活 就可以做这个 然后下午再做一组 晚上睡觉也可以做一组 最少一天做这么复处 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做 睡觉前 入睡前可以做 而且这么做的话 还要助眠 因为你气一顺了吧 心就心绿就对了 现在我们稍安勿躁 我们用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来练一下 这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界面前的朋友们 就能够回去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方法不容易走偏 您的身体怎么会入邪呢 好 开始 听我的口令 好 我们跟着老师 好好好 五 四 三 二 开始 吸出一大片 吐出一根线 墙身又坚挺 天天不一定能压育 一定要鼻子吸气 嘴吐气 废气从嘴出去 吸气功气从鼻子进去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一次的话大概 一次的 这就在每个人肺口量 你跟你的情况 这个能吸多少吸多少 吸满为止 适合自己的适度 喘息乏力 一出汗 是肺气虚的表现症状 肺气虚可以引起 自汗 感冒 哮喘等慢性疾病 补充肺气 可以通过做腹式呼吸 来锻炼肺腹 具体要领为 吸乳一大片 呼出一条线 我们刚才从哪来着 从脾 然后到肺 现在这个线路 又开始去哪了 到肾了 到肾 这个肾太可怕了 俗话说得好 女怕肾 男怕肝 这个肾的话 它要气虚了 它是什么问题 肾气虚是人都不希望的 肾气虚最常见症状 腰酸 耳鸣 液尿多 一发家有这个毛病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 关注一下自己的肾了 老师 我就有个问题 您想我要让人在这坐着 只要一起来 不能马上走路 得翘的翘的 没错 没错 我有的时候都这样了 现在 不敢走 腾得慌好才能走 肾竹骨 肾竹骨 像您这个年龄 比如说您的年龄 一般人过四五十以后 肾气虚衰是一个必然过程 你看妇女同志们 一般到四十九岁左右 必经了 为什么呢 肾气衰 天鬼节 地道不通 妇女如此 男人也一样 男人到这个年龄也是 肾气的虚衰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生理过程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我们没到那个年龄的时候 未老先衰 先年轻轻的 就肾虚了 这不好了就 就你刚才说的话 没到这个岁数 但是症状有了 症状有了 夜尿多呀 走入腰痛 刚三十多岁 就一夜起了七八趟 操作所就不好了 然后腰酸的干点活干不了 然后耳朵老响 耳鸣 耳鸣 当然你对着就可以了 揉一揉有点酸胀感 这是经常按摩按摩这个位置 很好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按摩以外呢 如果你方便的话 在座的有种老年人 有时间到花园里门口 去练身体的时候呢 有的人练震装 你要觉得那个太乏味太累的话呢 你可以练练这个壮丹田 壮你的丹田气 壮丹田 用你的这个刚才我说的位置啊 骑一下 正是小斧正中间 凸起这位置上 找到一棵大树 越大越好 别小树 小树给人撞坏了 撞树 用你的丹田 我拿你当这个树啊 站这 用我的这个腐丹田 碰这树 就是吧 轻碰的 碰它以后呢 这时候呢 碰树 这大自然的树也是活 有生命的 它有气场很强 你可以把自己 对 吸进来 吐咕那心 吸到你的身体来 但是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旁边不能有保安 开始时候呢 轻轻地碰着树 就用三天碰 碰 可以一二百下都可以 时间没关系 多着时间碰 碰时间长了 你这会儿 有一种紧缩感 有一种麻糙粗的感觉 你体会吧 这时候一点钟就想到 大自然之气 从我肾中 进入我身体里来了 然后你越碰越重 越碰越重麻糙粗的感觉 越碰越舒服的感觉 索老师 那个我想问您一下 如果就是 比如说我在家 想做这个运动的话 你们家有数吗 他没有啊 就木头 门炕 门炕不行 柱子也不行 那都死东西啊 哦 必须是 他得接地气的 人讲究和自然沟通 吸纳天地之精华 对 我们和大自然沟通的嘛 腰酸耳鸣液尿多 是肾气虚的表现症状 肾气虚可导致腰吸酸软 性功能减退 漏尿 肾衰竭等症状 按摩气海穴 以及撞击下丹田 都是强肾补气的好方法 他叫啊 强力救心丸 做三分钟 就相当于散步半小时 要想做得多不虚呢 这个我送大家 一碗粥一句话 这碗粥呢 五脏全补 一米一把 绿洞一把 莲子一小把 还有活气吧 完了 这完了 我知道心脏 我也知道心 但是 心血虚 它里边那哪来的呀 心血虚也是我们常见的气血不足的一个重要症状 这个心脏在人体当中至高无上 位置就比较高 好像都很重要 这个在 心在武当令武当中啊 心叫什么呢 叫君主之官 什么意思 皇上 对了 全身的所有的脏腹都归他管 真的吗 地位最高 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心 中医讲的心呢 包括这脑子 神 中医部之脑 对 神明出焉 心主神志 没错 心之官则思 心这官的作用是思考 所以心脏这个器官 它包含着两个功能 一个是供全身血液 物质的 气血供给他 物质的 一个是精神思考 那我们讲了的话呢 那怎么知道 这个折寿的人比较多 典型的像诸葛亮那样人 诸葛亮的人呢 你看他 未出茅庐就知天下三分 刘备就是因为看上诸葛亮的 这套战略思想了以后 非常崇拜他 诸葛亮觉得遇到民主了 也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刘备 辅佐刘备 但是他的这套战略思想呢 太深奥 刘备 关于张飞这三个草莽之夫啊 理解不了太深奥道理 他呢又和他们不是这种 把兄弟关系 诸葛亮呢 既忠心 非常的心理焦瘁 给他们出这么多好主意 不知道他在办 特别是最后刘备 自己把自己弄死了以后 又脱姑把这傻小子 给了诸葛亮 为了这个傻小子 他有忠心耿耿地扶索他 你想他多累啊 太劳心了 心累 一天到晚的不睡觉 本来很弱的力量 非要和那个很强的魏国去打仗 最后还是失败了 54岁死了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他就是心 心力焦瘁而死 现在这个社会的 劳心的事也确实不少 子女问题 是吧 房子问题 对 有工作的竞争问题 谋生很辛苦 所以使得你不劳心 也得多少老点心 劳心以后 能不能放松下来 很重要 保证睡眠 再也就是放松心态 当我工作休息以后 能不能转移一下 用轻松的娱乐的形式 听听孙公敬唱唱歌 开个转机 对 想看个小品 放松一下 反正就是心 心要放宽一点点 对 不管你的事业 曾经有多么的高峰 或者是 掉得多深的低谷 这个人生当中 就这样一个过程 反正你如果看得很重的话 不管是高还是低的话 都是不平衡 所以应该就是 看开一点点 追求少一些 物欲少一些 对 是吧 这样的话更加 那就很奇怪了 他说他这个不生气了 心呢也不那么浮躁了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歌呢 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这些词 没有一个是心里平衡的人 心态平稳的人 对 其实我就说 以这样一个一件事情 来用反的方法 来教育你 来以一个提升的方法 说反面教育你 鼓励大家不要羡慕嫉妒恨 好好好 那今天带来这首歌了吗 带来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掌声欢迎 听说呢有一个生活中 特别方便的办法 可以对这个心血虚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健身方法 做三分钟就相当于散步半小时 好 来我们站在台上吧 好吧 都可以 练炒着观众朋友们 这样他们也看得 哎 站直以后呢 两手平伸 两手平伸呢 蹲下去以后呢 全部蹲到蹲到底 再轻轻站起来 大家一起做20次 好吗 你来看 好嘞 准备 开始 下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了 回去再补十个啊 好了 谢谢 谢谢 除了血外摸 自己保养 休息等等以外 做的这种运动也很好 有一个穴是 在我们的心脏正中当中 大家都能摸到的位置 有一个穴 这个穴 心窝着 所谓心窝着 叫山中穴 山是阳山气的山 山 等在这个平行线正中间 这个是心包经的穴 这个穴呢 我们用这个手空拳 空心拳 这个手的劳工穴 也是心包经的穴 用两个心包经的穴相对 空心拳 轻轻地扣积三中穴 不要使劲啊 轻轻地扣积它 扣积它 以后有什么作用呢 它会增强心肌供血能力 而且它叫强力救心丸 大家知道 心肌血血的时候 要吃点速消救心 马上梳张血管 血过去 我们扣积它呢 有增加心血的作用 就像救心丸一样 有那作用 大家知道 有时候召集成语 叫召集说 顿足垂胸 召集上 为什么还顿足呢 解散出一粒 你真有能够发挥 脚上有个穴 叫涌泉穴 它实际在敲击的涌泉穴 这涌泉穴呢 在我们脚掌的上三分之一的位置 第二指和第三指往下窝 现在穿鞋不方便啊 回去摸一摸 正在这个第二脚指第三脚指 一窝就窝的地方 三分之一的位置 你一摸就能摸到 脚最挖的那个顶端 按住它 轻轻揉它 这个穴是肾 肾管 肾型的一个大穴 大家知道肾 肾出水 对不对 对啊 心除火 当你着急的时候是上火 在中鱼里边呢 心肾相交 肾水上来可以抑制心火 心火下去可以温肾 它俩是互相交通的 所以当上火的时候呢 急需跺脚 把肾水引上来一些 压压心火 人家要跟你垂胸顿足的话呢 你千万别急 这不是有效的方法 心肌失眠蛇色弹 是心血虚的典型症状 心血虚可以引起心肌 失眠多梦 脑梗 中风 脑萎缩等病症 我们可以通过 穴位按摩和运动的方式 来进行保健 轻轻扣机弹中学 功效等同速效救心丸 双手平举做蹲起运动 每天做二十次 相当于走路三十分钟的运动量 要想做的东西 再来 还一句话 终于养生的最高境界 你要有脑子还能记住记住啊 有八个字 童心 儿童的心 以食 鲑鱼 猴行 猴子知道吗 猴行 怎么理解呢 没有忧众没有烦恼 对 对 心事物感兴趣 对 有求之欲 童心 以食 蚂蚁吃饭吃多少啊 啊 以食 像蚂蚁一样吃东西 摘饭就饱 童心以食 第三个 鲑鱼 乌龟有什么欲望啊 往这儿一趴一天不动它 人有能当颠瞪瞪腿 鲑没有欲望啊 就是得给点什么吃就完了 没有什么更可求求啊 太好了 接下来 猴行 猴子 奥鲑鱼 奔跑 思维敏捷像猴一样 对 动作像猴一样 灵活敏捷 五七八十岁了还能到处行走 腿脚灵活 胳膊水灵活 思维敏捷反应快 打打比方球还能接着球 有这八个字加上这粥 还有活气吧 好嘞 谢谢 谢谢老师 再次的谢谢 好 好 每个人身上怀有的毒素 有多少种呢 四十五种 老百姓有的时候我上火了 有的时候我有盘了 这其实严格来说呢 都属于毒的犯罪 其实是黄 对 他怎么死的你知道 脂肪肝 运毒性肝炎 酒精肝 肝硬化 到最后肝癌 怕一个人满面红光 神采奕奕 我认为是很健康的标准 其实不然